我今天呢还在泰国的曼谷市区 今天这会儿准备去逛一下这边的大皇宫和那个郑王庙 这两个相当于北京的故宫吧 这边中午实在太热了都不想出去 过去是12公里 我的天哪 手机烫得不行了 这边好热 现在已经到了大皇宫这里了 大皇宫这里要进里面去的话是要买门票的 门票好像还挺贵的 然后是下午3点半他就关门了 我就不打算进去了 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我快热颠了 又晒又热 我觉得这个大皇宫真应该进去看看 我就在外边这么走着 我都觉得里边的建筑很好看 我上网查了一下 里边是有28座建筑 然后也是泰国目前保存的最好的皇宫 他们平时王室的一些活动也在这个里面会举办 然后没有活动的时候 平时就是对游客开放的 绕着这个大皇宫走一圈吧 我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叫郑王庙的地方 这个地方离大皇宫就隔了一条河 从大皇宫那里附近可以坐船直接过来的 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建筑 这个地方是不要门票的 这里就是郑王庙 有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搞一套太夫 然后到这个建筑这边来拍照 非常出片 在这边的讲解牌上边写着一些故事 这个是央爵摩罗的故事 然后还有中文标识 这个里边有佛陀的遗骨 我这会儿是来到了考山路夜市 这边夜市是背包客 很爱来的一个夜市 这边这个环境还挺惬意的 不是酒吧 就是马沙鸡 这边马沙鸡 一个小时是400株 有点贵 400株折合人民币的话 80块钱了 考山路这边有很多酒吧 然后好多酒吧 它会有这种绿色叶子的标识 这个绿色叶子的意思呢 是大麻 因为在泰国这边大麻合法 最好不要去这种酒吧玩 你别到时候稀里糊涂的 喝了带大麻的东西 回国就麻烦了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点了一份炒面 先垫一下 鸡肉炒面 在东南亚吃这种快餐 什么饭呀 面呀 粉啊 它都好小份 我真的吃不饱 中午睡前吃上一份饭或者面 一会儿就饿了 分量真的太少了 这一份炒粉是70泰铢 折合人民币的话 15块钱不到 炒面吃完了 压根没吃饱 我还感觉饿得很 再找点别的东西吃 我怎么感觉烤山路这里 吃的好少啊 主要是酒吧比较多 真的是非常奇怪 泰国这边明明禁烟 但是它的大麻合法 我刚刚在那拍那个 然后那个老板就给我说 low photo 让我不要拍照 完了之后 那个东西 我的直觉告诉我 大麻 摆在街上卖 因为泰国这边都信佛嘛 完了之后他们禁烟 你像超市里边的酒 过了晚上12点 它是不卖的 但是大麻居然摆在街上 卖 然后还是合法的 这个东西不比烟 更那个啥呢 看一下 烤山路这边 名气比较大一点 然后价格和我昨天去的 那个夜市相差太大了 像我刚刚吃的那一份炒面 如果在昨天那个夜市的话 是40泰铢 将近便宜了一半 这边 相当于咱们西安的回民街吧 可能就算是旅游地 然后价格普遍都比较偏贵 我现在来到了曼谷这边一个合法的红灯区 这个地方叫娜娜街 为什么叫娜娜街啊 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娜娜 开玩笑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娜娜街 但是这条街上真的有很多娜娜 各个国家的 然后听说非常攒劲啊 虽然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但是我挺好奇的 我就过来瞅瞅 我现在就在娜娜街的旁边 然后进去的话是不让拍视频的 等我进去帮你们探探路 然后出来告诉你们 娜娜街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这条街就是著名的娜娜街 进去就不拍视频了哈 里边好像也不让拍视频 朋友们我逛完出来了 我本来是想进去摸一下人妖的 但是我没有找到哪个是人妖 然后那个酒吧里面 我又不想进去 虽然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但是不得不说呀 兄弟们真的是太攒劲了 里边不让拍视频 我给你们口述一下 我在里面看到了些什么吧 旁边这条街 就是隔着围墙这个 里边进去就叫娜娜街 然后一进去啊 那条街大概有不到一公里吧 边上站的好多娜娜 穿的非常的sexy 完了之后拎个小包包 站在街边上 在娜娜街的左手边 有一个酒吧广场 进去要查护照 不让23岁以下的人进去 查了护照进去之后 有一个酒吧广场楼 全是酒吧 大概有二三十家酒吧吧 然后每家酒吧门口 站了很多娜娜 穿的非常的sexy 然后基本上都是比基尼啊 要不然就是不穿衣服的 然后酒吧里边也有非常多的娜娜 然后也非常的sexy 然后就在台子上跳舞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了 虽然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啊 但是真的非常攒劲 然后我就从那个酒吧里边转了一圈 总共三层楼嘛 然后我就每层楼转了一圈 然后出来了 我走到那个酒吧门口 那个女的拉我进去 我的妈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赶紧就跑出来了 今天真的是开了眼了 这会儿准备回去休息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小姐姐拽我那一下 给我整的有点汗流浃背 还是说我热的有点汗流浃背啊 这会儿真的是汗流浃背了 我要回去吹空调了 太热了太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旅行故事